嗨 我是大明 上期咱们从大航海时代南非北殖民 一直聊到南非在二战后经济腾飞 但是这只是南非白人的辉煌 南非的黑人仍然处在受压迫当中 虽然白人吃肉 黑人能喝汤 南非的黑人生活要比其他非洲国家好那么一些 不过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人还是很痛苦的 1948年南非国民党在大选中胜出 开始单独执政 而南非国民党进一步细化了白人优先的政策 加强完善了种族隔离制度 将国民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白人 第二类是华人 阿拉伯人 印度人组成的有色人种 第三类就是黑人 禁止黑人和白人混用公共设施 例如公交车分白人黑人专车 不能混乘 火车分车厢 厕所不仅分男女 也得区分黑人白人 甚至连公园的长椅都写着白人专用的字样 黑人在教育上也受到了区别对待 所以缺乏良好的教育的黑人 只能做一些低技术含量的工作 于是为黑人争取权利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行动纲领 从黑人平权改为打破种族隔离制度 为了扩大影响力 非国大开始和南非共产党合作 通过罢工等方式反对种族隔离政策 后来曼德拉成为了非国大的领导人后 效仿甘地 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发起了不服从运动 终于说到曼德拉了 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曼德拉的经历 1918年 曼德拉出生在东开普省的特兰斯坎 这里是南非白人安排的四个独立的黑人家园之一 他的曾祖父是一个王国的国王 父亲是部落的酋长 虽说他是贵族的后代吧 但曼德拉是全家唯一一位上过学读古书的家庭成员 他一业于南非黑尔堡大学 这是一所招收黑人大学 一业后他来到了约翰内斯堡 在一座金矿做起了首页人 这是他步入社会后第一次经历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 黑人在南非根本不算人 只是廉价的劳动力 于是他决定做一名律师 帮助黑人同胞争取权利 他在律所打工和攻读法律的时候认识了很多朋友 以越来越关心政治 1944年他加入到非国大 之后他在非国大内的职务逐渐的提高 到了1952年 非国大与印度人大会号召废除不平等法令 曼德拉成为了全国志愿者总指挥 因为组织游行的曼德拉首次入狱 之后他当选非国大主席 并开设了一所专门为黑人服务的律师事务所 1956年曼德拉因严重的叛国罪再次入狱 政府三分两次的暴力镇压 使曼德拉对非暴力方式打破种族隔离制度 失去了信心 而1960年发生的沙佩维尔惨案 成为了曼德拉彻底放弃非暴力方式的抗争的导火索 从18世纪起 南非政府就采用各种的措施 限制黑人进入市区 1950年代开始实施通行政法 对黑人迁徙自由和就业自由进行限制 南非国民党执政期间 所有年满16岁的黑人进入城市 必须携带一大堆的证件 包含身份证 劳动局颁发的工作证和入城证 雇主的姓名和地址 以及个人历史的详细资料 沙佩维尔事件发生前 南非政府又变本加厉利用通行政法 扩大实行种族隔离 在1959年至1960年期间 之前不受约束的黑人妇女 也要检查上面那一大堆证件 同时利用通行政法 南非政府可以轻松锁定 并拘留异议人士 于是非国大立即号召黑人上街游行 反对通行政法 随着游行人数越来越多 场面逐渐失去控制 没有武器的黑人 手拿石块与警察对峙 没多久 双方就爆发了肢体冲突 而警察选择了向示威人群开枪 枪声不断响起 虽然只持续了40秒的时间 但是却造成了69人死亡 180人受伤的结果 事情发生后 全南非人展开了反击 之后数周内 全国各地爆发了抗议 罢工暴怒 逼得南非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超过18000人因此被拘留 1961年曼德拉做出了重大的展变 放弃非暴力政策 组建军事组织民族之貌 民族之貌在全国范围内破坏公共设施 高压电塔炼油厂都是他们的目标 军警也是他们的手链目标 但是只过去一年 曼德拉就被警察逮捕 曼德拉被控犯有叛国 煽动颠覆等多项罪名 1964年曼德拉被判终身监禁 而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并没有改变 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更加激烈 非洲各国的声援也更是源源不绝 联合国也通过了1761号非强制决议 呼吁世界各国对南非实行经济方面的制裁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南非的经济奇迹 1960年代至1970年代 南非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与当时世界上 经济发展最快的日本相批地 堪称非洲的经济巨人 直到1970年代 南非暗中发展核武器的计划 被西方国家知晓后 经济才遭到影响 不仅遭到联合国的武器禁运 就连欧美国家也宣布禁止进口南非的矿产品 当时南非经济的最大增长点 就是出口各种矿石产品 欧美国家这么一个举动重创南非经济 大量的国外投资者撤资 南非经济陷入了停止 加上国内动乱不断 南非政府为了渡过难关 开始秘密的和狱中的曼德拉展开会谈 1990年2月10日 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宣布 无条件释放曼德拉 同时宣布解除非国大等组织的禁令 被关押了27年的曼德拉重建天日 同一年的9月 黄家居为曼德拉写的光辉岁月正式发表 1991年南非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994年南非举行了第一次不分种族的选举 非国大以压倒性的多数获胜 自此结束了白人在非洲的统治 同时南非重新加入零联邦 如果此时曼德拉选择和甘地一样主动退下来 也许会有更好的结果 但是曼德拉太希望把国家搞好了 他成为了南非首位黑人总统 但他的政策却是那样的意想不到 首先曼德拉向其他的非洲国家的黑人兄弟们 敞开了国门 不仅给他们南非国籍还为他们解决工作问题 提供十分优厚的社会福利 其次为了实现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 曼德拉决定完全打开贸易大门 虽说南非的工业实力不弱 但毕竟还没有绝对实力与欧美那些跨国公司抗衡 南非贸易大门敞开的瞬间 欧美大量的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 就全部倾销到了南非国内 于是南非国内的制造业遭到重创 大批工程倒闭 曼德拉承诺给本国和其他国家黑人兄弟的工作岗位 全部消失 更要命的是受到良好教育的白人的相机离开 这个之前的政策如果要改变 就好比一根弯曲的铁棍你想要把它掰直了 必须多向回掰呢一些 之前白人所占据的高技术岗位在曼德拉的矫正之下 一部分分给了黑人 但是此时的黑人刚刚结束种族隔离 在文化和教育方面明显比白人差 这些高技术岗位黑人完全无法承认 于是失业的白人开始增多 加上几百年沉淀下来的黑人对白人的仇恨 造成经常有白人被杀的事情发生 于是白人纷纷离开 马斯克就是此时离开的南非 不过回头来想想 曼德拉的一生也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他为了黑人的独立与解放不停的努力 从不惑之年被关入监狱 直到古稀之年才被释放 大好的二十多年就在铁窗中度过了 南非乃是非洲的黑人都应该记住他的名字 他是一个合格的精神领袖 但他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好了南非和曼德拉的历史就聊这么多吧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希望多多点赞 或是推荐给一个和你一样喜欢历史的朋友 让更多人能看到的 感谢支持不正经的正经历史 我是大明 我们下期再见吧